这柄刀在历史上赫赫有名,足有百斤重,乃是一柄忠义之刃,只因他的主人,号称大刀王武,人称武爷,经营标局为生侠名远播,反复走足,遇事喊一声武爷,王武必会出面维护,若是过路好汉有些难处,王武也会送上钱财相处,如此豪杰,京城无人不知。 这日,一个小偷被衙门的人抓住,一声武爷喊出,王武立刻现身,疑问才知,是小偷偷取了重统领小舅子的钱财,衙门就要将他与三位无辜的同伴一起抓走,而王武备受民众敬讶,有他出面,即便是身为官差的文管带也要给些薄面,立刻将另外三人释放。 王武此番狭义之举,刚好被酒楼上湖北巡抚之子谭慈彤瞧见,对此仰慕已久,立刻叫人将王武请来。 而王武向来不惜与达官贵人扯上关系,头也不回直接离去,遭到拒绝的谭慈彤非但不恼,反而更加钦佩王武气劫。 入夜,王武与情人金菊花相会,三个大汉不顾阻拦,直接闯入,张口就要三百两银子。 王武性情豪爽,不问缘由便给了他们银两,三人不再停留,直接离去,而他们之所以故意如此, 皆是因为与王武有旧仇的铁拳严峰也在此地,三人被王武意气缩打动,随即退出,告辞离去。 眼看找来的帮手都临阵倒戈,严峰实在气不过,直接打上门来,却见王武武意名不虚传, 一敌多依旧是风轻云淡,甚至还能抽空让情人为自己输辫子。 而谭慈彤也恰好在这里与人聚会,得知王武被人寻仇,立刻赶来相处,身为书生却颇通拳脚, 两人不时看向对方,彼此间都有了英雄相惜之意。 待两人轻松将严峰击退,两人相谈甚欢,皆为豪气甘云的异性兄弟。 一帮官员请谭慈彤写副对联,只见他挥毫泼墨,写下首称青天,脚踏大地八个字。 气势磅礴,令一众官员面面相续,只有王武攀手叫好。 彼时正值清朝末年,外国列强数次入侵中国,朝廷上下腐败不堪, 谭慈彤怀有旧国报复,立志要让天下焕然一新。 不久后,谭慈彤与庶庶民志士被围以重任, 在皇帝的志士下开始实行新政,打算变法图强, 实称戊虚变法。王武虽不懂政治, 但得知谭慈彤正在一展报复,心中依旧为对方高兴。 可惜好景不长,三个月后,一向事物繁忙的谭慈彤却来与王武会面。 原因是慈禧太后强行干涉,废除皇帝停止新政, 三度垂帘听者更是大肆搜捕违心志士, 谭慈彤前来就是要请王武出手, 救下康有为与梁启超,王武义不容辞当即应下, 派兄弟胡七去接康有为,自己带着梁启超分别出城。 哪知,衙闷的人已经追捕而来,王武只得让马车先走, 都身一人立在街口阻拦追兵。 在他的掩护下,康梁二人顺利前往东郊民下, 得到了日本大使馆的庇护, 另一边,王武已经与追兵交手, 即便武艺不凡,却也架不住人多势众。 幸好胡七等人及时赶回, 更是点燃了马车驱散官兵, 带着王武成功脱险。 王武来到谭家躲避风头, 谭慈彤却没有跟着康梁二人离开京城, 他认为变观历史, 各国变法向来都要流血牺牲, 他愿意做第一个为变法而牺牲的志士。 为此,即便王武与谭小姐极力劝说, 也不愿改变心意。 一日,官兵果然包围谭府, 谭慈彤依旧面不改色, 即便周遭皆是虎狼, 他还保持着一位文人应有的气节, 震开缉拿的士兵为表明自己变法决心, 醒悟大众,甘愿受补。 谭慈彤与五位违心志士, 一起被关进刑部大狱, 在牢中留下了绝命师, 势必要以死明智。 而王武怎肯做事好友身死, 奈何刑部大狱守卫森严, 只有几日后当众处展时, 大佬与蔡氏口的一段距离, 才是救人的机会。 王武秘密与文管带见面, 请他在劫法场时助自己一臂之力, 知道对方并不是值得信任的人, 王武做事威胁他, 不得暗中告密。 文管带心中恐慌只能硬下, 往后几日, 王武广邀江湖义士, 凭借着侠义的名声, 振臂一呼, 聚集大批豪杰, 众人纷纷将辫子缠在脖颈, 表示自己誓死追随的决心, 众义士分批前往目的地, 严峰却在这个时候再度找王武复仇, 王武只能叫同伴先走, 事态紧急, 他不愿过多纠缠, 直接拔刀迅疾批出, 将严峰的辫子斩掉一段, 旋即竖刀斩碎对方衣衫, 严峰智晓厉害, 只能放下狠话离开, 无人的街道上, 官兵压解着谭慈通等人出现, 一众意识早已埋伏在暗处, 随着王武拔刀为号, 一跃而下将囚车拦下, 四面埋伏的意识纷纷杀出, 向道中顿时站坐一团, 胡七上前要将目标救下, 哪知对方竟是官兵假乱, 猝步激防下当场重伤, 原来文管带早已将王武出卖, 崇通灵已经带着谭慈通六人, 走另外一条路前往菜市口, 眼见文管带一脸奸笑, 王武哪里还不知自己轻信了小人, 手舞大刀将所有拦路士兵斩杀, 见他如此汉勇, 文管带立即叫出埋伏的洋枪队, 崇通灵也带着人马将他们包围, 在热武器的威胁下, 个人的一枪孤勇也显得微不足道, 一众意识接连被害, 只有王武冲出重围, 将文管带拉下马匹, 落下几记重拳, 抢过马匹富商逃离, 与此同时, 谭慈通等六位违心志士被押往菜市口, 在所有民众的目光下英勇就义, 金金百日的违心变法就此失败, 逃过一劫的王武在他人口中得知 谭慈通生死的消息, 一路亮亮呛呛来到谭府, 谭小姐立即叫人将他带入府中养伤, 而衙门的官兵四处搜捕王武不见其人, 王武的大刀被官府收缴, 此时, 严峰文迅面见崇通领, 商议共同对付王武, 此次劫发场, 损失惨重, 王武必定会回来找文管带算账, 崇通领索性让文管带将大刀带回家中, 命令严峰随身保护他, 文管带被当作诱饵心神不宁, 正想拿手下出气, 却发现手下已经无声无息死去, 这时暗中伸出一只手, 按住了文管带的肩膀, 正是商议的王武前来复仇, 连出众手教训这个卑鄙小人, 严峰文生出面阻止, 可他不过是王武的手下败将, 王武抵挡他拳脚的同时, 还能抽空痛打文管带, 最终将其彻底打杀, 没能保下目标, 严峰愤怒向王武出拳, 却依旧改变不了被碾压的局面, 一怒之下拿起王武的大刀, 可论刀法又哪里比得上王武, 拿对方的武器攻击其主人, 实在太不明智, 不过十数招便被打翻在地, 王武也没有为难他, 准备放他离开, 但羊枪队早已封锁此地, 严峰刚走到院中, 就被打成了马蜂窝, 王武健壮扔出椅子吸引火力, 持刀飞身冲破屋顶反击, 但终究比不上火枪迅速, 当场被打中竖枪, 王武知道自己在劫难逃, 索性举起大刀张显忠肝义胆, 随即又被一轮骑射依旧不屈不挠, 一代豪杰就此落幕, 大刀王武是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 由张彻报学李指导, 陈关泰月华等主演的电影, 故事情节较为简单, 只为展现清末违心志士的悲壮, 与大侠王武的豪气侠义, 历史上大刀王武确有其人, 本名王正义, 京师武林名侠, 与黄飞鸿, 霍元甲等并称为晚清十大高手, 同样与谭姿同交往甚密, 不同的是, 大刀王武是在1890年,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时, 英勇抗击侵略者而壮烈牺牲, 是一位可歌可敬的民族英雄, 好了, 这次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